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很久沒見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姐, 回來了 大家姐 是我們環頭的勒手女神俠, 傑美麗 誰要開始呢? 某輪執法的目標 就是嚴重遺規的僭建物 對 或者高風險的僭建物是會即時清拆 最後一句, 大聲一點再說一次給她聽 最早可以出到清拆令, 今年六月底 剛才那個Madam鐵很厲害嗎? 是呀 一會兒聽到慘叫聲, 你就知道了 出行的時候會遇到群體性的抗爭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看看, 這個 這個 新界原居民會覺得你是官逼文法 這個就… 我們香港社會可不可以承受這樣的動盪呢? 你看, 這個這麼老定一定有問題 你說要來撐屋 但從來都沒有說過 說怎樣安置我們這些村民 政府, 你首先第一點就要說 你有沒有安置那些人? 不要說了 你現在領教到她是多麼麻煩的呢? 安全方面是並無危險的, 並無隱患的 應該殺行特赦, 著涼, 補地價 不是吧? 香港我們就會啟動整個法律程序 我們跟政府準備打仗官司 我們的事, 好要給他搞和 這才算了? 要做就做到底 一個為期六個月的申報計劃 一些違規不是屬於很嚴重 那個樓宇的風險不是很高 即是…的投訴物, 我們是暫時容忍的 不過呢, 我們公司有一個 第一號的麻煩人物 我就怕他會搗亂 沒有登記的, 你就自己去拿證 逐個案子跟我上法庭 拿證的是政府的責任 是你攻擊人員的身上的 沒理由叫我自投羅網的 如果不申報六個月的那些人 公司會接受執法和清查的命運 所以要呼籲村民去不申報 這個不是明智的提點 厲害了吧 新界的村民、居民都上不了樓 所以搞到這麼多前傑在這裡 這個責任是你政府的 新界和市區在一時同仁之下 事實上有一點點分別 而這一點點分別 正正就是寬待了村民 你這句好打 一般的好打而已 小老子 你今晚代表哀家 和新中界的朋友吃一頓飯 談談特赦的問題 太后, 奴才人微言輕 我有心疼他 人家都未必疼我 那很簡單 你一坐下就大大聲說 今晚我不代表太后 那大家就知道你是代表哀家的 好主意 這招就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 不過太后 宮中的姊妹 那麽臨門正事就說了 依法辦事絕不特赦 那個臨門正事可能自身難保 他可靠的謠言所說 他由於太打得又不赦人 所以可能不能坐另一把交椅 太后, 實情是特赦 特赦就是有特權的人要赦他 那甚麼是沒有危險的建築物 才要特赦 那即是如果你赦他就沒有危險 你不赦他 就會流離失所 再燒多一次那個子人都行 太后, 那中聯辦門口 那批鐵馬是否屬於僭建物 當然不算 鐵馬是用來保護示威者的 不用被警察的胡椒噴霧所傷 奴才看到報紙 那個示威者連連眼鏡在內 都只有四個眼睛 那為甚麼警方要用叉支胡椒噴霧對付他 第五隻就叫鬼閃眼 噴完之後你看不清楚現場的情況 再加上第六隻就是睜大眼 就會令到那個說自己很親民的未來特首 都稱讚警方比喻得專業克制 你騙人 對不起, 以後紀念都是我的主場 你閉嘴 對不起… 請問第七隻眼是… 是天眼 這樣的說話都說得出的 還不是被胡椒噴霧噴到天無眼 玩殘我 啦啦啦玩殘我 我不太清楚 有些人用這個鷹派來形容我 究竟是甚麼意思 這群高手暖地發瓣 不死都會彈 他原來沒有警告過就噴過你 習慣空口全力撐 我們早知道撐 那個《警民關係科》的警員 叫我們事先進入記者區 因為那個環境太狹窄 所以不可以讓記者進去 當時我們的記者也很急 因為距離太遠了 尤其電台那些 連錄音都做不到 我一句聲音都錄不到 我怎樣做過採訪 你是不是阻撓了我採訪 我沒有阻撓你採訪 探口爽, 越說, 要越大眼光 聽他知的, 死得最冤枉 再有頭戲, 叫雜體退堂 接著我們聽《警民關係科》 警員的建議 他說可以問指揮官 我跟另外兩個記者 走出了採訪區 他們用大聲工警告我們的記者 如果你不回到採訪區 他們不會讓遊行人士 其實主要是一群小朋友 他不會讓他們走去正門 採訪安排就是你三個人 去了正門, 可以採訪幾分鐘 採訪完幾分鐘後 然後就要回到指定的採訪區 再安排另外三個記者 去正門 當時的行家聽到 安排都覺得匪夷所思 突然找到四個鐵馬 圍住我們 環殘我 上鐵馬 很多時候他們為何要拉鐵馬呢 當你平時享有自由 有空間 突然被人剝奪了的時候 你的反應就是想取回空間 省少許不必教那麼多 早已知道今年很難過 很難過 處理有人示威的時候 我們的原則都是一樣的 是不會放軟手腳的 把握手腳的腳踏 把握手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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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握手腳踏 連軍人都不怕 一掃就掃了四十個議席回來 所以林太太 你一於做握手腳踏 你我學振英那樣 他說拿著一支筆 一張椅子 一本寶落去 你一一拿 一筆筆 一筆紙 入村叫村民填 不是填遷建資料 填的銀碼 要多少賠多少 只有一張桌子 用來做甚麼 當然是吃東西 村代表最喜歡吃飯 豈不是有江湖飯局 最好叫上海仔出來 叫一叫牆一邊吃一邊談 雖然律師叫人不要簽 還說跟你打官司 後來換了一屆沒人接受 你跟他說 看真點 李芬芬就來下一屆的政務司 問他能不能錄 你們很少見到 結席主題會 在後面站足十一個高層 通常的高層 多數站在前面 擋著鏡頭 為甚麼站在後面 有沒有搞錯 我沒有搞錯 因為我沒有床 股價已經急床 不能一床再床 總之 非經一番汗切骨 那得梅花撲鼻香 好心 很多人以為在買納美廣告 其實通俗的說應該是 吾飲吾滋 咖啡好 吾茶吾滋 保物高 其中一個高層在後面 告訴你 人我大把 咖啡 夠不夠決定 好多市民說 西環在這裡指指點點 這些就叫做靈犀一致 沒辦法了 趁我們命 拿我們命 特首又飛了 以前的政務司又輸了 我又病了 我們比夕陽政府更慘 現在是明陽政府 敲我病得一隻手 一個腎 一隻眼 其實沒所謂 我單手都搞得定 看下西環領導中環 沒辦法了 香港人喜歡西人管治 西環就是西人 不過說句公道說 不會有兩個管治中心的 他們只有一份人工 怎會做兩份工這麼吃虧 我有一份人工 半個人上班 這樣才有好處 好嗎? 傳書中的燈神 有味 不想買大器材 一人一票選手 搞定商品問題言論自由 國人治港 反到財政論斷 與官商勾結, 與新法人治港 要這麼多東西 找梁振英 他可以搞定你想要的東西 想要什麼? 偷他下區, 見到他就說 燈神, 我想要你, 行不行? Take it easy CY, 梁振英 近一點? 再近一點都可以 全新新機版PAPA 2 胡椒噴霧精華EX 新加入麻辣成分 從眼球表層開始 直達耳鼻喉 七支連環20cm內 噴到七彩 令你眼睛也抹不開 用眼鏡擋住? 沒用 因為他會揭開你來噴 全新新機版PAPA 2 胡椒精華噴霧EX 及全系列 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城市亂談 這次梁振英先生 當選了第四任行政長官 當選之後, 在記者會上表明 就是以後再沒有分梁振河營和唐營 只是有香港營 好, 那我們看看 現場圍園的朋友有甚麼想說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我是來自美國三藩市龍福堂的第二長老 不可以這樣, 收到我的咪 我們這裡不可以說黑社會話 美國三藩市龍福堂 不是黑社會, 是教會 開花我支咪 不知道你是甚麼 開花我支咪 想不關你咪也不行 早前有溫仲在亮會的記者會說 考慮將那些經常批評政府的異見人士 請入中南海面對面聽他們的意見 真的? 劉曉波就可以出獄了 藝衞衞也不用被人在家門口 裝十幾個鏡頭監視 早知道, 余杰就不用流亡了 余杰就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 接著就被人說他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 據他所說, 被人打到半死 唯有今年一月流亡美國 流亡者就經常用那裡有自由 那裡就是我的祖國來自免的 我們希望中國的異見人士 可以真的好像溫總所說 在中南海發表批評的聲音 自由在哪裡 祖國就在哪裡 我覺得我來到美國 是因為我在這裡來能夠有 有我的言論自由 新聞出版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這些 包括像美國總統都說 他所說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因為到美國我會把過去的那些年裡面 我所遭受的這些所有的經歷 那全部都說出來 那些國寶的一個比較高級的頭目 他們跟我說 如果到了國外 你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然後你繼續寫文章批評共產黨 參加一些政治性的活動 那以後你就不能夠回到中國 就是這樣一種 那選擇離開中國以後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能回來 我覺得確實是一個比較痛苦的決定 你曾後悔 時今心決定 惡問哪可注定 若然是錯 從不加理會 命運究竟未明 實際上難分得清楚 沒有兩手分開 2010年年底 劉亞伯先生獲得諾表獎以後 我在國內的這種生存環境持續有惡化 在那頒獎典禮 那前一天我被北京的秘密警察 被他們綁架到郊外 然後用那個酷刑 說最後幾個小時的那酷刑折磨 後來我那昏迷過去送到醫院 那搶救 而且差一點沒有搶救過來 所以基本的生命安全沒有保障 第二個就是那個寫作的自由完全沒有 從2004年起就完全被封殺 不能再國內出版任何一本書 發表任何一篇文章 那但是那最近這一年多以來 我連在海外發表文章的自由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 如果完全全部的寫作自由 那喪失就等於他的生命也沒有了 第三個方面就是過去的這一年多裡面 比如說我有很多時候 不能夠生活在北京 不能夠生活在我自己的家裡面 我被他們強迫帶到外地去旅遊 然後我妻子在北京 然後我兒子在四川島家 跟爺爺奶奶在一起生活 就是一個三口之家要分成三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那丈夫 作為那父親 我覺得我對這個家庭 我應該有一定的責任感 所以基於這三個大的原因 所以我最後那個選擇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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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你莫忘記 我要像小白先生 像我這樣的真正的這種民間立場的 獨立的知識分子 從他在身上我就 我就學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那個 最好的地方 最寶貴的地方就是要 像那個哈威爾說的那樣說真話 所以我原來我還會比如說講究一些 所謂的策略怎麼樣的打個擦邊球 但是在跟小白先生來往以後 我就覺得我的寫作也慢慢的向他學習 就是說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環境下 但是我們假裝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 像一個比如說像一個美國的那些國家一樣 我們就是批評總統 我們毫無恐懼地來直接點名地來批評他 自由被困 望一一領迴 浪漫片刻造舊 望完了我 未給一句話 獨自去闖盡頭 那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那公開的抗議 那中國政府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第一次在那個中國之外的地方 因為我生活在北京的時候 那中國的法律雖然規定了公民有 有遊行示威集會集社的這個自由和權力 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樣的權力 卻完全被剝奪 所以我沒有辦法公開地來表達 所以我第一次能夠這樣的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來公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覺得是一種非常大的幸福 中國的人權問題從來就是問題 恐怕還要有個三十年五十年的時間 才能夠真正地改過來 我前面過了十九年 到了1995年又判我十五年 我就想問共產黨 就說你要剝奪我三十四年的自由 我到底犯了什麼 我也沒有組織任何政黨 我也沒有正式地說不什麼綱領 我只是說我想說的話 這就是三十四年 今天還有很多人 譬如說像于婕等等 現在他希望是一部分人就是 轟到國外去 包括劉曉波都要趕到國外去 一部分在國內就把它坐牢坐起來 所謂我的社會就沒有人 在說這些風言風語 這不是講茉莉花革命 是講風言風語 大家就是像重慶那樣唱紅歌 用武黨中央就可以了 但是並不代表後繼者無人 那些風言風語 那些風言風語 當然如果 那未來有一天 比如說五年以後 那十年以後 中國 政治體制改革啟動了 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真正啟動了 然後劉曉波先生能夠從監獄裡面出來 能夠享有自由的生活 如果那一天到來 我相信我會很快地回到國內 當然我非常期待那一天 越快地到來越好 跟著讓港台製作的音樂動起來 那一天到來